太快 不是说每一个房装冷气不好 我是在讲说要节冷 替自己失言火速改口 经济部长郭志辉先前在节目专访提到 说30瓶的家庭空间装两台冷气就够了 不必每个房间都装冷气 此话一出引来外界批评 但郭志辉这样解释 我是希望大家这个没有人的房间 那个冷气要关掉 希望大家用的冷气可以改成高效能的冷气 强调不是要民众别装冷气 而是没用到的室内空间就别开 用电能省则省 也向外界重申真的不缺电 但早上才刚说完 下午立刻又有大规模停电 讲到供电危机 18号中午在台北内科园区 也传出一度有大跳电的情况 台电表示是因为溃线跳多 导致有600多户一度无电可用 内科从瑞光路瑞湖街到阳光街江南街一带 因为台电汇线跳脱 655户中午一片7K 抢修超过一小时才全面复电 供电不稳定 正式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心中的担忧 它是跳电 不是缺电 所以可能是妥善率没有错 我们现在已经赶快马上去 同样的地区开始去检查 赶快去做这个维修 所以我想赶快在这一两天里面 赶快把它做起来 再次强调真的不缺电 把问题指向内湖地匠人仇 用电量高导致设备耗损 国志会承诺在最短时间清查内湖供电线路 但能否消除民众缺电担忧 恐怕得靠时间慢慢验证 静新闻